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比如经济工作上支援我的同事 或者是服务我的客户们 是一种我的义务 但原来是一种责任 就是当你义务支援大家的时候 支援都好了 你会心情愉悦 你真的忙不过来 你不管 没有人责怪你 因为你不在这里面拿回报嘛 它就不是你的责任 但是当它是你责任的时候 你也因为那个工作 你必须承担结果的时候 你的精神会非常紧绷 我是常年半夜不睡觉的 如果要盯新闻 然后我要解决我们公司 所有艺人的突发事件 所以我常年处于一种备战状态 我会觉得在常年的那个生活里 我的情绪就像那个啤酒已经拉坏了 就是支的 支了 它就坏了 所以导致我现在不太会产生那种大的情绪